学习分析世界顶级流量的Shopify独立战一 后台收到很多粉丝反馈 说得很真实 说得也很有道理 想要尝试Shopify 让我多写一些关于Shopify的文章 今天给大家带来成功的Shopify的独立战分享 一 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Shopify建独立战 优点一 店铺有些难看 没关系 Shopify拉着来自全球的地 成百上千名优秀的网页设计师 为卖家的Shopify店铺 定制了上千款店铺模板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自由选择免费或者付费的店铺模板 利用这些精美的模板 你也可以把你的品牌 自建站店铺打造得像苹果 特斯拉的官方网站一样精美 优点二 卖家开好了店铺 但是没有货源没关系 Shopify的第三方插件Upload 可以帮你从AliExpress上 将产品直接导入Shopify商店 出单后打包发货这些事情 AliExpress的卖家会帮你全部搞定 也就是在发货 优点三 不止在自己的独立自建站销售 想将店铺的产品同步到亚马逊 eBay 卧马等这些更大的电商平台 没问题 Shopify提供了数十款销售渠道插件 可以帮你轻松将产品和订单 同步到这些平台上销售 而不需要另外再去平台上 重新上传一次产品 优点四 Shopify提供了各种应用插件 从产品开发 拓展销售渠道 店铺设计 市场营销推广 订单处理 财务管理等等 应有尽有 而你只需要集中精力 组合好这些应用插件 提高销售即可 随着Shopify在跨境电商市场的走红 越来越多的亚马逊卖家 也开始通过Shopify自建站方式销售产品 不再局限于某一具体的平台 靠着平台的自然流量 自然订单过活 更多的是将平台和自建站结合起来 同步销售 二个人也能做Shopify 没错 这也许是为数不多 适合没什么电商经验 也没有注册公司的个人卖家 可以尝试的跨境电商开店方式 但是收款需要公司账号 我经常会收到读者的私信 我是个人 并没有注册公司 有没有比较适合个人做的跨境电商平台 跨境电商 美其宁约 做的是全球生意 当下眼花缭乱的 各种电商平台 层出不穷 比如亚马逊 Evry 速卖通 Wish Lazard The Fever Trader Shoppy Winio Tradam等等 有些电商比较发达 商机潜力较大的国家 又会有多个平台进行竞争 如此众多的跨境电商平台 给了卖家们充足的选择机会 但坏消息 是绝大部分电商平台 并不面向个人开放入住 平台虽然并没有完全禁止个人入住 但在流量 功能以及政策上又会有一些限制 比如Amazon可能会触及账号审核 KYC审核导致账号被冻结 这时候独立自建站 以其独有的开放自由特性 成为了很多个人卖家经营 跨境电商的首选方式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货源采购中心 在货源上并不具备任何优势 所以非常机智地利用 Shopify开发的Ablo插件dropshipping 通过待发货的方式 将来自中国的速卖通Alioppress平台 超级低价 荡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家仓库 这些海外个人卖家 利用自身更加擅长的英语母语优势 完赚于Fastbook等 众多海外爆火的社交平台 将源源不断的流量 吸引到自己的Shopify自建站店铺中 获得大量订单 简言之 海外个人卖家更注重的是 社交媒体的站外引流 而不是平台入住获得的自然流量 当然 Shopify不仅仅适合海外的个人卖家 从近期的谷歌数据趋势中 已经判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卖家 开始了Shopify开店之路 正如上面所说的 大量的中国卖家 同样也经营着速卖通 eBay 亚马逊等平台 中国的卖家 掌握了一手货源 却只能在速卖通的 赚取超低的利润 绝大多数的速卖通卖家并不知道 原来他们发出的订单 很多都是由老外的Shopify店铺 销售出去的 所以不管你是个人卖家 还是速卖通卖家 或者是eBay 亚马逊等平台的卖家 都可以尝试到Shopify开店 学习海外卖家 在Fastbook等海外社交媒体上的 站外引流策略 一 如何分析Shopify独立站 一 找到一个排名第一的独立站学以致用 我们用之前介绍的工具 我们先来获取一下别人的独立站 一起来看看吧 其中我们提到的这个工具 HTTPS MyApp 那是可以获取到Shopify上店铺的排名 具体怎么操作的 大家可以翻看之前的文章即可 Shopify是加拿大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 如网址名字就是通过IP的方式 这个方式也可以看到 自己的虚拟IP的具体路线 输入Shopify的IP即可 下面就是很多Shopify的店铺了 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就挑选排名第一的来学习一下 到底做的如何呢 一起来看一下吧 独立站 HTTPS ColorCore.com 我们来看一下 这家独立站的流量来源和网站的价值 用到的是这个工具 第一名的网址放进去看一下 计算一下它的价值 计算出来是这样的 详细数据 还有每天的数据 合约数据 以及年数据 看到数据 是不是挺吓人的 还有更吓人的访问量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它这么多的流量的来源 还是很厉害的 神机别的了 用的是similarweb.com 然后看一下流量分布 很清晰的可以看出 流量分布 YouTube的流量来源 Instagram的红人营销 品牌已经很强了 基本都是被大家收藏的 所以二次流量 还是占据大部分的 我们直接用谷歌 验证一下 排名第一 权重也是很高的 现在来看一下它的 用的是http web.mentos.com 可以看出来 网站已经很久了 一言很久了 可以说是下了苦功夫了 2012年就开始建立了 至今7年已久 流量和建站时间分析完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世界第一的关键词 三 看一下网站的 本身设计和风格主页 就可以看出来 主营业务和核心产品下面 是单个产品的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网站热卖单品是什么 利用这个后缀工具 collections.all sort下滑线 5等于 bestselling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 就找到colorpope 这个网站 卖的最好的产品了